好,我们来到第二节,我们继续谈谈市况 每个星期我们都说到日圆都在创新高 日圆在向药方 我记得雷总说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KO和我们 我曾经去过日本帮忙,在日本消费 刚刚看到H101也有新闻 我觉得也很夸张,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标题就说 日本内入港人首季消费压达到78亿港币 日军发2057月,全球派第三 一个地方,当然香港也很富有 但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全球排第三 我觉得也相当夸张 那你回乡一下,用这些应该吧 真的 如果这些78亿是留在香港消费 那就不用这么惨了 不过就挂在日本,没什么办法 相当厉害 比于2019年同期标86.3 那时候可能开始有些疫情的情况 或者社会事件 但是也很夸张 第一,第二,就是全球派第三 高于台湾和韩国 我都说韩国也是很喜欢去日本的 因为他计算的价格 可能甚至有时便宜过自己在韩国里面的消费 因为韩国里面也有VAT 但是如果你去到日本卖东西的话 那就可以扣税 台湾虽然也不是一个国家 都比我们高 但是正常,人口比我们更多 香港人都真的相当夸张 似乎我们之后的假期 我也是 我想雷总没有社交媒体 或者不是很经常用 我经常看到 Instagram里面 都是真的 哎 某一些朋友 我说 你是不是住在日本 就是 你好像有空才回到香港探餐 你是不是有些夸张 但是坦白说 如果你是不吃放蝦 或者怎么吃 或者质量又新鲜些 其实在日本里面吃的话 其实真的 又开心过香港 又便宜过香港 又新鲜过香港 我也很理解到 你不是香港人那么喜欢 相当夸张 我猜不到 多利亚会飘到哪个位置 我想下个大关下 可能160 每次 但是 幸好 我觉得多利亚 就不是很急 升 也不是很急 没有去到BOJ 即是即时要一个很急的干预 市场都好像似乎是摸底 究竟 BOJ是想怎么做事 会不会出手 我之前也说过 始终一个息差的原因 如果你是做一个交易去判断 市场的话 其实你要给一个高息 因为 市场是贵一点 即是高息一点 日圆是平息一点 如果你是捱住盘 去判断市场的话 其实是很难 第二 就是BOJ是否快要开会 BOJ 应该是下个星期 好像是 开了4月25日 下个星期四 不是 今天和明天会 应该是 明天会有个发表的情况 很多时候 大家估计BOJ做事都是慢一点 上次开会 即3月18日的时候 已经是宣布一个叫做 正式 由负利率政策 变了一个正的利率政策 市场与其 我觉得比较少的 每个BOJ连续两次开会 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负贸政策 所以 市场对于今次 即4月25日 即今天开会 或者明天公布的情况的时候 会不会是有些 特别的措施去说的话 我觉得机会比较低 即是除非 黑田是开 抱歉 直田磨蓝 除非它是开一个口述 就是说 喂 我们也可能会加息 你不要乱来 那 好了 即是说这些口述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加息的空间不大 第一 如果他也是说少少说 喂 不要完全觉得我们是 去加息 可能说这句 再加上BOJ的干预 那才可能有机会 推上标 多多Y的向回 150楼下 但现在我觉得真的 比较难 比较难做 我不会做这个交易 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 Dollar仍然比较强 那 刚才雷总也有说 那 我想 5月1日一定是没有料到的了 就是那个FOMC 一定不会做 那 6月 就是每逢 就是3个月的话 全国就说出一个点震头 那我觉得 那时候出一个 6月出一个点震头的时候 那时候 应该未必显示 今年是会减13码的 应该是 可能改变两码 就是两次或者一次的 一个减一码的 适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去到6月 我也说 去年我们还是觉得 联储局是会加息 但是加的幅度 速度 不会那么快 但是 每次开FOMC 都会加的速度和幅度 都比我们市场预期 比较多些 今年就是有点调转 就是本身我们早点是预期 其实联储局自己有责任 我觉得好像去年10月11月 开始已经是说 有机会是要谈讨 开始减息 其实它是 它拥有市场的预期 那当然 你也可以讨论 他当时 那一刻 在那些数据 是觉得有条件减息 但是 去到 现在4月 似乎 今天公布的PCE 或者不同的一些 落费率等等 其实都是高于市场预期 迫着联储局 都是比较能力 很激烈一点 去减息 所以 之前想着6月是会减息的 你看到现在都90.5 7月减息的机会都很低 69%仍然会维持完盘 唯一我觉得 比较大的机会 就是 也不是很大的 去到44.7% 就是 如果你继续 是减2码的部分 都高过一半 市场预期 觉得9月开始要减息 那 11月我都说 大选 就多数是 比较值 所以市场预期 都觉得是 11月未必会移动 但是 12月 就是 觉得都是 近一码的机会 高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一码 两码 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 一会儿 美国起床 这个图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现在看到 现在市场是觉得 去到年底 不减息的机会 都有差不多两成 年初的时候 基本上是 没有人 想过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逆转 不是的 我代表 在Larry Summer的角度来说 没有人预期加息 已经是很美 我怕有人预期加息 所以 我如果作为Larry Summer 我就会吊识 Fatman Ray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没有人预期加息 那情况就是这样 一会儿我想雷总都可以说 GDP的数据 雷总应该也有留意 那就是 美国其实也出了一个 manufacturing PMI的数据 既然我也知道 美国的经济 主要都是 consumer spending 为主 manufacturing 对于美国的经济 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 有一个逆转的趋势 就是 本身过去的三个月份 其实都是在扩张的时间 包括1月50.7% 2月52.2% 3月到51.9% 但是 刚刚公布的4月就是49.9% 不是很夸张地收缩 都是0.1% 所以 0.1% 但是 就是 Tactically 就是 是处于一个收缩的期间 那么 会不会是 因为PMI 都是叫做 领先指标 一个预示的情况 会不会 其实开始都看到 其实 处于一个 对于同期的时间 偏向都比较高一点的时间 开始是 对于 就是 美国经济的一些 sector 都开始是 有一个 減慢的情况 不知道 雷总有什么 因为 你看这个 就不是 美国 就是 政府 官方的 因为我看 这个应该是 S&P 因为 美国官方的 应该是未出的 所以 所以刚刚说的 我也要看一看 先确认一下 我没有 没有记住 是的 没错 因为美国政府 因为其实 就是类似 类似中国 就是中国 有官方的 PMI 数据 还有财新的 PMI 数据 在美国来说 就是 官方的 ISM 就是 那个 机构是会负责的 另外 S&P 也有做自己 一套 的 PMI 数据 所以 其实 也有些 不同的 情况 那 我 在 美国方面 说的 S&P 其实我是比较少留意的 因为 他们 没有一个 不是特别的 跟中国的 不同 中国那个 就财新 跟中国 官方数字 是有一个 就是 跟中国的 情况 这个过去也有提 过 就是中国的官方 PMI 其实就主要集中 在一些最大型的企业 很多来说 都是各有企业 那 相反 财新的 它就比较多是一些私人企业 和一些中型的企业 所以 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 就是 segment 那 所以可以有一个 就是对比 和可以有一个 更加 就是 就是 美国S&P 就 我不是很知道 他们有没有一些很独特 而是 就是 就是 官方 ISM 的数字 那 不过就 而且如果 就这样看这个图像来说 的话 就 跟官方的 PMI 数字好像 都有一些不同 因为 其实 如果看回 美国官方的 PMI 特别製造型来说的话 其实就 在今年 其实就去年开始 是慢慢变得到 那 去到三月份 才是 那个 製造型PMI 就上回 50点以上 那 所以 就 就是 那个方向 其实跟 S&P 我觉得 都很不同 那个方向 所以就 我不敢说 那 不过再 在美国的 PMI 数据 我就比较 就 在官方的数字 那 等一下可以 可以看多一点 因为 其实 如果 如果 如果看回 不要只看美国来说的话 看回 四大经济体 因为美国就 未出 但是 就 欧洲那边 已经出了 4月份的 PMI 数据 日本也出了 4月份的 其实整体来说 开始看到 就 不只是美国 一个 就是单独自己的 经济好 开始似乎 有一点 拐散开了的 一个情况 就是 连 欧洲 四大的 经济体 或者经济国 其实 PMI 都开始 但当然 仍然是 服务业主要 带动 制造业 都仍然是 比较 胶着的一个状态 但是 都看到 一个改变 日本的改变 是比较明显 那 就是 待会可以 可以看一看 如果是 等会 等会 Eddie 先说 接着我 再次更新 那些 经济相关的数据 好 麻烦了 那就 美国都 独 独强 没有办法 其他非美货币 都是 跌得多些 EUR 其实 都说 有机会减息 但是 暂时 现在市场的预期 都是 我觉得 有点 就是 看着 究竟是美国 究竟是 先减息 我觉得 欧洲的减息空间 是大一点 但是 不是说 对于 美式会相差得很远 可能是 我早了一个月 比美国 是减息 或者早了两个月 去减息 因为 夏天的时间 有时 但是 但是 是不是分歧 分歧 一个 就是减息 一个 一个 就是维持 判 我觉得 未必是 可能是 ECB 先减息 然後 完畅局 就减息 但是 相差 不是很大 但是 如果 看回 ECB 的情况 或者 奥陆的情况 我觉得 它的减息空间 是比较大 而且 它的经济始终 都没有 美国方面 不同 但是 似乎看回 它们的 央行声明 都没有说 即是 会立即 考虑减息 等等 福河 好像是 西班牙 如果没有美国 那么 它就 也有说过 就是 听过一下 会不会 出来减息 但是 也要看看 就是 一会儿 一会儿 讲到经济的时候 我都可以 分享一点 因为 其实 我几次 有说 未来的 主要的央行 息口的 发展 可能会有 多些分歧 因为 通胀的方向 也似乎 有一些 比较大的分歧 看回 歐元区 来说 通胀 相对 美国来说 就 继续 趋向 放慢 是比较清晰一点的 而 美国 也看回 刚刚 前两个礼拜 有时候出的 CPI 来说 似乎 有点 彈上去 所以 其实 方向性 也有 比较大的分歧 所以 ECB 理论上 似乎 可以有 多些空间 先 一些 相对 来说 专门 看看 此外的情况 如何 说回 价格 有 其实也会回落 我们记得上周四 我们问KO 就是 以色列会不会还拖 最后是以色列 我记得那晚 这个时间 以色列会还拖 应该射了一些飞弹 或者木屏 是真的 本土 即是在 伊朗的一个 国土的范围里面 攻击了 地方 但是 我估计 应该都耗好了 可能很估计 伊朗方面 就说 这个攻击 不成功 哈哈哈 就是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以色列方面 就是 做到事 都叫做 还一堆 而且我觉得 似乎是以色列和伊朗 都 就是 反应都相当的克制 就是以色列 就说 没有再进一步 就是 加多两千肉筋 伊朗也似乎 反应是 比较平淡 这件事都是 就是 就是 我想似乎就是 我不知道 是当中 就是 是谈了什么数 但是 我 后来 看回 其实 首先就是 伊朗 在境内 就发射 一系列的导弹 去以色列 其实似乎就是 那个规模都很大 OK 不是 不是说 十枝八枝 就是说 过百枝 老实说 是 而 最终来说 就是 美国 以及 盟友 以色列自己 甚至乎 好像 连中东的沙地 那些 都有帮手去拦截 OK 似乎我想 伊朗 是 有点 而 觉得 咦 拿不到好处 我想 他可能 低估了 就是 或者高估了自己 那次 特杂 所造成的影响 这样 所以就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所以都 好像 咦 可能 吃不着兜着走 就不要玩了 OK 这是我说的 这件事 是OK 当然 政治的事情 就不是我那一份 不过我就 看看这些情况 就觉得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 都不是 就是 排章上面 不是占上风 那都是 正正地算 其实上个星期 Kale 也有说 那就是 伊朗 就是当初 还击以色列 一系列 一系列的蒙基 和 导弹 其实 西方社会 是有帮忙 包括英国 美国 还有邦交的约弹等等 虽然伊斯坦国家 其实也是有帮忙 去拦截这些导弹 但是 有些 TLH 纯粹说 伊朗也是打飞机 不是正式 想 襲擊等等 但是 后来总说 那个规模 其实不小 就是 都是有一个分量 不是说 只是做的样子 那当然 是不是说 真是很有心 要是杀死你 或者是把那些导弹 全部 打拉维夫 TLV 又不像是 似乎都是 做了一个样子 叫做都有一点点 规模 而有第一次 叫做伊朗 去本土 去反动 攻击 比以色列 然后 在国民里面 就说 威乐我们这次 伊朗终于 可以 站起来 第一次攻击 以色列 这次 我和国民交代了 之前 以色列就不会还偷 但是 以色列就觉得 不行 你又第一次 由本土 伊朗方面 发动这个袭击 我怎么还偷 好 幸好 以色列还拖以后 伊朗就 没有当是一个很认真 一个很严重的 事件 又说要发拖一次 否则 飞来飞去 流星雨 搞不了 幸好 我似乎说 这么黑色 否则 中共的局势 就继续滚上去 油价方面 就应该不是这个价 暂时纽约油是82元左右 波兰顿条是86元左右 似乎都是高位回落 暂时中东的局势 都算是稳定 稳定 金卡 回落一点 之前充高的是2400 那时有个地缘政治格局的局势等等 现在就回到2323的情况 银也有个升幅 走势好像金 那样走势 白金就没人看了 Palladium也是没人看的 卡牌也是继续升上去 是不是在预示经济活动 其实也相当麻烦呢 其他工业用的金属就有各自的情况 可可跌下来 最后也升上去 今年不知是否如是 天气也是有点反常 你记得我们上星期也说 杜拜也水站 香港合迷就会到第一次 今年发出黄色暴雨的警告上 香港没有这个 就早一点 也不是太多 还有其实今天说是黄色暴雨 其实也很局部地区 因为我上班在西环来说 其实只是很短暂时间 是比较略为大雨 但是其实就 到下午那时候 还出了太阳 所以其实是 我想真的很局部地区 应该是很局部地区 但最后就反向上 大约63000至65000 情况 Afrarium的周围也有少少钱 情况就这样 不如雷总可不可以 也说少少 GDP的数字 大家都知道 GDP的数字 公式也是 C加G加I加Netflix 情况就这样 所以 如果你看到 项目的投资 如果你看到投资 反大一点 当然还是 对于成为GDP 美国的GDP 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其他的投资 房子投资 和商业投资 都帮了一些 政府投资 也帮了一些 但是 Net export方面 应该是 供应多了 其实不奇怪 因为美国的经济 都不是一个 主要Net export的情况 但是Inventory 就是 都是对于 拉了GDP 那么 GDP的第一季的数字 就比预期之中差了 最后就是升了1.6 当然 这个也是第一次的数字 那么 有没有什么提示 或者什么 component 是拉低了 就是第一季的GDP 的数字 那么 或者 你让我分享 不过 其实我们 这一节 已经比较 比较紧了 比较让我给你下节快放 好 OK 因为我这个时间 已经25分钟 已经是 可能不是太多 时间 现在 下次 下节 再跟大家 说一下 经济数 好 好 好